你喜欢流体化吗?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流体化颜料都叫金羽毛在流体艺术的世界里 金羽毛除了是一个有温度的流体化颜料品牌 也代表了台湾本土制造流体化颜料最严格的标准 金羽毛流体颜料配备了百万级设备流体化颜料实验室 历经分析仪等等的仪器确保颜料品质 百万级国际环保生产认证力低为趋势 构思双重认证确保颜料从源头到生产环节都符合 最严格的环保标准例如红色颜料如果用苏丹 红绘有藕蛋的问题为了避免藕蛋的致癌问题 只能采购成本更高的原料去替代 作为Made in Taiwan的本土品牌 给自己人用的成本再高也要确保环保 毒并且也要是流体颜料里最好用的品牌 遗憾的是流体化目前在台湾知道的人还是很少 市面上能在文具连锁店等等的通路能买到的 流体化颜料有些虽然贴着外国品牌的标签单位 在通路上可以低价竞争这些品牌大多都是在中国 来源不明的工程代工无法溯源原料与生产环节 有些品牌只有燕甲权就宣称环保无毒其他的 荣机未偶但挥发性化合物等等的问题则避而不谈 在网路上也有更多来路不明的品牌连是否有甲权 也不知道台湾有很多刚接触流体化的创作者 原本开开心心买了流体化颜料要跟亲朋好友一起创作 原本应该是一场心灵疗愈的色彩探索之旅 却因为陷入低价陷阱让亲友们暴露在颜料安全的危机之中 金羽毛是本土流体化品牌中少数持续投入线上社交媒体 以及线下流体化教室教学去推广流体化 并且用大厂的设备规模生产小众群体的特殊颜料 这个在成本与品质上就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在生产端的同事也参与官方网站的流体化创作 从探索创作的过程中也不间断的 为金羽毛流体颜料迭代升级 这是一个有匠人精神的流体颜料品牌 如果你还没有试过流体化 不妨就从金羽毛开始吧